马可福音第十一章 耶稣和门徒将进耶路撒冷 到了伯法奇和伯大尼 在橄榄山那里 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 对他们说 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 一进去的时候 必看见一匹驴鞠拴在那里 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 可以解开迁来 若有人对你们说 为什么做这事 你们就说 主要用它 那人必立时让你们迁来 他们去了 便看见一匹驴鞠 拴在门外街道上 就把它解开 在那里站着的人 有几个说 你们见驴鞠做什么 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 那些人就任凭他们迁去了 他们把驴鞠 迁到耶稣那里 把自己的衣服 搭在上面 耶稣就骑上 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 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 铺在路上 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 耶稣那 耶稣进了耶路撒冷 入了圣殿 周围看了各样物件 天色已晚 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 往伯大尼去了 第二天 他们从伯大尼出来 耶稣饿了 远远地看见一棵 无花果树 树上有叶子 就往那里去 或者在树上 可以找着什么 到了树下 竟找不着什么 不过有叶子 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 耶稣就对树说 从今以后 有没有人吃你的果子 他的门徒也听见了 他们来到耶路撒冷 耶稣进入圣殿 赶出殿里做买卖的人 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 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 也不许人拿着器具 从殿经过 便教训他们说 经上不是记者说 我的殿必称为 万国祷告的殿吗 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 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 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 却又怕他 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 每天晚上 耶稣出城去 早晨 他们从那里经过 看见无花果树 连根都枯干了 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 就对他说 拉比 请看 你所奏主的无花果树 已经枯干了 耶稣回答说 你们当信服神 我实在告诉你们 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 你挪开此地 投在海里 他若心里不疑惑 只信他所说的必成 就必给他成了 所以我告诉你们 凡你们祷告祈求的 无论是什么 只要信是得着的 就必得着 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 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 就当饶恕他 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 也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若不饶恕人 你们在天上的父 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 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 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进前来 问他说 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 耶稣对他们说 我要问你们一句话 你们回答我 我就告诉你们 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约翰的洗礼 是从天上来的 是从人间来的呢 你们可以回答我 他们彼此商议说 我们若说从天上来 他必说这样 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 若说从人间来 却又怕百姓 因为众人真以约翰为先知 于是回答耶稣说 我们不知道 耶稣说 我也不告诉你们 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我仗着说